回到中国的这个事务上来看了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 最新在美华府的智库里面提到了 就是这个到底对于这个 要不要颠覆这个中国的政权 也中国政权要不要更迭 这到底有很大的这个争论 那美国前国安顾问这个博明 跟美国前众议院 盖拉伯最近在外交事务里面提了一篇文章 他认为美中之间 美国他认为批评拜登的外交政策 认为美国不应该去处理 中美之间的竞争问题 而是应该竞争 中美就是要竞争 不需要处理分歧 不需要处理这个管控竞争 就是要竞争 但是这个坎贝尔有别的不同的看法 坎贝尔认为这个推翻北京政权 不符合美国利益 而且是一个很鲁马 而且是徒劳无益的 是不是你怎么样看待坎贝尔这番谈话 还有他跟博明之间的看法 不同到底在美国内部 对这个中国政权的更替 有什么看法 因为博明一直包括蓬佩奥 他们一直的观点叫regime change 就是改变制度 而现在像坎贝尔 它是当局的 他讲的 实际上就是跟中国engagement 跟中国竞争 跟中国就是所谓的去风险不脱钩 但是并不要去改变中国这个制度 就这一点是美国可以说外交上 或者是美国的就务实派 美国的极端派的一个中国问题上 基本区别 这个话实际上是在几年以前 在黎克松图书馆里面 蓬佩奥是表达得最清楚 当时他接见了几个中国人 有林培瑞 当时美国人 林培瑞的太太 冬姨 好像还有王丹 当时魏京生这几个人 他当时就讲了 他对中国这个国家 如果我们不去改变他 他就会来改变我们 他用了签计那个字 这个签计其实指的就是 Vegime签计 他用的是外交辞令 但实际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应该用destroy的更准确一些 就是中国人就是一个有野心的 一个红色帝国 如果你不灭掉他的话呢 他有一天就会灭掉你 那现在呢 像博明他们讲的还是那个 同一个思路 就是中美之间是一种 你死我活的一种零和的游戏 如果不改变中国制度 一切都是徒劳 那坎贝尔呢 当然他就说 这是一种很鲁莽的就做法 这是美国现在当局的 算是对中国的既定政策 他在两者之间摇摆 到底在哪一个现在真不好说 就美国对中国的恐惧也好 或者对中国的那种 就panic吧 就不安 就深深的就是炸在心里面 因为有些事情 你就是换位思考一下 你要是美国人 恐怕你也会感到非常恐慌 就天天我们这儿呢 两天以前发生一件事 我们就是一栋楼烧掉了 24个单元 我在里面呢 有几个房子 烧的火很大 那现在就开始修 至少是一年到一年半 那我就 给我太太讲 我说这叫中国的话呢 恐怕就是一两个月的事情 我太太不相信 于是我就给他拿出一个呢 中国在长沙修的房子 实际上那是我在 美国的一个朋友 是他们公司做的 这个朋友呢 和平也认识 很多我们的朋友都认识 长沙一个57层的一个大楼 从破土动工开始 从地基到全部盖好 就是用了19天 你听起来不可想象 那我太太就不信 我就把它全部调出来 那个楼怎么盖呢 但是它是用预制的方式 95%都是预制品 就这种速度 你换了任何一个国家 它都会吃惊 那同样北京的 那个三元桥的重建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它的主体呢 是1800吨 结果就在32个小时 这就完成了 波士顿的Big Dean 是同样大的一个工程 已经好几年了 大概四五年都没有完成 就是你面对这么一个经济上的竞争对手 你想你要是美国 你会对他无动于衷吗 你一定会想到像蓬佩奥也好 博明也好 那种regime change 就这种恶性的肿瘤 你要不把它切掉的话 那美国将来在世界上的地位会如何 在经济上竞争上打不过中国 这是美国历史上 近代史上第一次 就打不过一个外国的国家 更不要说就是电动车这些方面了 所以最近 拜登有提出的中国经济呢 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 这些其实在我看 都是一些垂死者的一些哀嚎 就真的就是觉得 玩不过了 就什么手段都拿出来了 崩溃吹事者的哀嚎 待会儿 待会儿我们还有这个话题 你走开 不过 不过 对 也提到了 这个这个横跡 蓬佩也提到了 现在的美中关系 跟冷战时期的美术关系 是不一样的 我想你也可以顺便谈一下 对 这个 这个 蓬佩奥 当然他有他的这个观点 但是呢 这个 我看到你刚才主要谈这个问题 你是在 对比呢 这个坎派奥 坎派奥和这个 博明和 Gallaguer 他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辩论 实际上呢 这个坎派奥 坎派奥呢 现在是 这个助理 副国务协 这个国务院第二把手 而且呢 是在印太地区呢 他是有很大的这个权威 有很大的影响力 他呢 实际上一直呢 在推动呢 实际上就是管控分歧 在中美之间和周边的一些国家的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呢 是广控分歧 这个 这个有很大的区别 另外一个呢 他叫 他叫 在 斗争 在这个 在这个 fight这个过程当中啊 一定不要去用 管控分歧 管控分歧的这种方式 而是要 赢得战 赢得这个 这个 争端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呢 是 我认为呢 这里头呢 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 因为这两个人呢 就我 personal 我跟他们都很熟 所以我也知道 他们的personality 和他们的 基本的思路 所以 我觉得呢 确实他们是代表 现在的这个 共和党内的 这个 鹰派的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思路 当然 compile呢 是 作为老牌的这个 外交家 所以呢 尤其是呢 对于亚洲的 东亚的 形势呢 他有更多的 这种原来的积累 所以呢 他认为呢 在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打交道的过程当中 他一直 从 这个 克林顿 那个 那个 Hillary 做 做这个 博物卿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就 一直呢 在作为 Hillary的一个助手 在重回亚洲 这个问题上呢 他是发挥了 很大的作用 从那以后 但是呢 这个美国呢 实际上在 在印太地区的 这个 这个排兵部阵也好 从战略设计 到具体的做法来说 都 被 共和党们认为呢 太温和 太温和 而且呢 在 这个 布林肯 作为国务卿以后 布林肯呢 每一次去跟 中国的对手 去讨论的时候呢 都要强调一条 就是说呢 我们不是要 不谋求 他总是 我们不谋求 这个 不谋求 那个 不谋求什么 其中最重要的 或者是中国 至少在 新闻联播上 反复要讲的 就是说 美国 承诺 不 不谋求中国的 制度性变化 这一点呢 是每一次呢 新闻联播 这个 在跟 这个 这个 布林肯 讨论 以后呢 都会要 要 要 要讲 这个问题 所以这一点啊 我相信呢 也是 就是 现在 这个 共和党 共和党人呢 对 现在的这个 拜登政府 一个批评的 一个 一个核心的 一个点 所以我想啊 这一点呢 是最近啊 在 这个竞选 这个总统竞选 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呢 也是一个 非常明确的 一个焦点 在后续 debating 马上就上来了 我想呢 在提问题的时候 在后续的 这个需要 这个两党的 总统候选人 出面表态 自己的政治立场 的时候 我想呢 都会变成一个 博弈的一个焦点 所以呢 这一点呢 也会 未来的 这个中美竞争的 这个外交的走向 会奠定一个基础 所以原则上呢 我的感觉呢 就是 会 往这个 强硬的这个角度 走的可能性 应该是 蛮大的 韦东坎贝尔 里面提到的 这个到底 要不要改变 这个中国政权的时候 其他有一点 另外有一点 我倒想请你 这个评论一下 他提到 在不依赖 中国的供应之下 能够美中 应该寻找 谨慎共存的方法 这表示 美国也还在寻找当中 你怎么看 中国也在寻找当中 这一点上呢 中国尽量的 不跟美国发生冲突 然后呢 降低冲突 甚至呢 说是这个 竞争 不要打压等等 就是最近这个商务系统啊 外交系统 我说的这个话 这个 从总体上说呢 习近平上台以来 这个一直呢 是要跟美国缓和关系的 包括去跟拜登见面 说太平洋足够大 可以容得下中美之间 什么有一千条理由 不要把中国 中美关系搞坏等等 这个矛盾的这个转折点 在川普要求中国签的那份协议 那个一揽子协议 然后呢 刘鹤都已经同意了 最后呢 习回来之后呢 党内各种各样的讨论 基本上党内的鹰派声音 就说这份协议签了 就等于是 习一条 就是卖国协议 这个习呢 自己呢 可能也顶不住这种压力 最后呢 就否了这个东西 然后要求重弹 后来呢 当然也通过了 通过之后 加上疫情爆发等等原因 美国到现在为止 从头 从重新算账 说川普当时签这个协议 中国到现在都没有完成 嗯 中国说呢 我跟你签这个协议的前提 是说签了协议之后 你的关税要降下来 你一直到今天都没有降 那我 我采购不完成 我也有我的道理 加上疫情啊 等等方面的原因 反正呢 那个时候开始就闹翻了 闹翻了之后呢 这个美国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声音 中国呢 外交系统就开始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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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双方就形成了一种 战狼外交的这种互动 这个 这个战狼并不仅仅是中国了 就是美国也同样是战狼外交 这个 而且美国 然后最后第二个转折点呢 就是在阿拉斯加 就是美国说 我以实力跟中国讲话 然后被杨洁篪顶回来了 这个说你没资格 你原来就没资格 你现在也没资格 那这个双方呢 就开始变成了一种 这个外交争端和这个政治对抗 非常严重的一个局面 这个局面之后呢 是否主动说要管控分歧 要建立围栏 因为呢 看着这个跟中国之间这种交往啊 火气越来越大 这个 某种程度上呢 有爆发更加激烈的冲突的这种 这种可能性 所以呢 这也显露出来美国的一个 一个内在的考虑 这跟在全世界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地区的管控方式 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 我可以主动的制造矛盾 制造事端 然后从中余力 这是一种外交手段 这个 但是呢 我不能最后把战火燃烧到自己头上 或者把这个事情搞崩盘了 最后就变成零和博弈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很深刻的 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 这一横清说到 说是这个 这个共和党 这个这个可能对认为 拜登 对中国这个方面都太软了 当然会逐渐往更加强硬的方向走 逐渐往更加强硬的方向走 一旦共和党掌握了政权之后 他的现实主义考虑可能比民主党更厉害 因为川普是个商人 因为现在我们只能说川普了 共和党并没有推出其他人 这个以他为代表的这种外交格局 和刚才我们理解的共和党外交格局 还有很大的不同 这个川普有他个人的这种 这个独到的色彩 比如商人的色彩 利益至上的色彩 美国至上的色彩 这些色彩呢 一切都基于一种精明的商人士的算计 商人士的算计 就是商人是什么 商人士用这个金钱换货物 货物换金钱 最后赢得最大利益 而不是把生意砸了 那美国可能在这场选举的某种 螺旋式的对中国的这种高强度施压的 这个某种宣告当中 信息战舆论战当中 在一个新政府成立之后 又会发生很重大的变化 它会两党都会基于一个现实主义的考虑 这个变成一个有利可图的一个方向 往那个方向走 所以呢我不认为这个中美之间 这个会最后像博明说的那样 我就是要一定要赢 一定要甚至要靠反对你的制度 推翻你的政权 来赢得这个某种胜利 坎贝尔的这个说法 其实代表了美国的现实主义外交的一个核心思想 就是斗而不破 我主动要斗 这个中国呢 某种外交思想说我主动要和 我尽量不斗 这跟美国外交思想根本的这个区别 就在于美国就是要主动要斗 基于我全球的这个政治力量 军事力量 这个这个美元力量 这个盟友力量 基于这么庞大的背后的实力 我就是要比斗 斗呢 然后斗得你追不上我 斗得你经济发生问题 斗得你在生意上输了 就可以 并不想斗到最后说我们彼此之间要打起来 因为毕竟是两个核大国 中国远不如美国的核武器多 但是呢 也是核大国 而且中国呢 背后 这个 最近俄罗斯又走得这么近 所以呢 美国的外交政策在我看来 这个最终 会从现在这种吵吵闹闹的局面 回归到一个现实主义的一个格局上去 这个不会去主动挑动世界大战 挑动这个推翻某个政权的这个制度之争 眼下这些说法呢 都是说出来比较痛快 两党的这种竞选语言 我觉得中国呢 也深按美国的这些 这些个想法 深层的想法 就是在做一种周旋 中国的外交手段 也不亚于美国的这种 美国基于现实主义考虑 中国呢 在某种程度上呢 有某种理想主义的考虑 这个理想主义呢 就是 以核为贵的 这样一个理想主义 跟世界其他发展国家 反正我都不干涉你的事 我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就是不干涉主义 加上理想主义 核为贵的这种思想 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这个所以呢 中美之间 我不认为未来会有 生死决斗的两个大国之间 直接碰撞的机会 这个不管美国方面多么愤怒 都都都都很难做到 我大概这样看 嗯 按照韦东罗讲法 就是美国斗而不破 跟这个中国以和为贵 说不定就是坎贝尔所讲的 美中要寻找一个共存的方法 看看有没有 有没有一点共识 嗯 好 这个反正随着美国 中国大学来到 未来半年呢 中国的这个因素啊 会越来越多 中国语言进行 越来越多 我们来看看吧 好 再次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